下一套,這一套其實我並不是覺得很差的感覺 另外兩位主持人又覺得這套是不知所謂的 我情情不知所謂的套,有些中間幾集基本上是跳過了 調整你的心態,看你有什麼心態去看這套 這套你用回一個寄生獸的角度去看 它都是為了清除這個萬樂的人類 好像不是 你慢慢看,我們接下來要講的一套,就是終結的次天使 我們之前提過,這一套其實是小說的後轉 前轉就是紅蓮是主角,後轉轉變成休一郎是主角 之前也說到休一郎和米家實施全家逃亡大計 最終就是全家屎光光 不是全家屎光光,你們兩個沒死的 不要這樣說 死了的,你喜歡吧 但是最終休一郎就成功地 只剩下一個死症狀地逃離了吸血鬼的圈子 但其實你看出的這件事 其實在整號作品裏面,嚴格而言 吸血鬼是沒有主動去殺過人的 有針著的 也可以這樣說的,因為沒有人知道病毒是他做的 可能不是他做的 其實整套13集的作品裏面 是沒有一次吸血鬼主動去殺人的 全部都是人 米家那些就是你偷走嘛 你偷走,那我就要殺你了 那這件事,守護自己的直浪財產而已 這件事是你捉回來的嘛 你捉回來的 那別人反過,我覺得也很正常 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是啊 那我覺得很合理 你看到的,你很乖乖的圈養 做這個被人吸血 抽血就沒事了 而且,抽血就是… 我們在故事裏面也沒看到 我是沒見過一宗案例 是抽血抽到會死的 捐血而已,沒事的 由於傷心啊 他在做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他是為了令人類的身體 為了保持身體的健康 出盡這個新陳代謝 而去努力的 吸血鬼是這麼偉大 他沒有做過什麼 而你看到的整套東西裏面 由憂一郎被紅眠救了之後 我對這個救字很有斟酌 他只不過在一個洞口裡等下 又有人出來 他撿再回去,我覺得是用撿的 哦,同樣的意思 救呢,絕對不是 救呢,就是整班隊伍衝進去吸血鬼巢 大戰爺一大輪 將丘許郎救他出來 即使他的家人死了 這些才是救 你應該要這樣看這件事的 就好像東京食屍鬼一樣 那些傢伙是想去救金木 但是金木自己救他出來 那你不可以否認 可能紅蓮已經是準備衝進去救他 怎知道 動畫沒有這樣的畫面 去做到這件事 我就不當是救的了 你不要說笑的 第一,他們畫面不救人 第二,果然如如一樣 你真的有人衝出來 他當然要等的,他不是要衝進去的 不是,其實他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年 哎呀,有人衝出來 我們本來是想來救你的 不過等了九年 然後丘一郎就成為了日本的帝鬼君 沒有說過給他 讀書,要求女兒 其實他已經是,他是下等成員 丘一郎是想加入鬼月祖 但是紅蓮不讓他加入 原因是他沒有同伴意識 兼且是處立 故事裡面就是女主角 不是米家 你說誰是女主角? 那個是第二男主角 然後,書籃 監視丘一郎的身份 名分 實際上 實際上嗎? 實際上 倒貼給他解決這個處男的 最後一段 當你攻略了所有女國 都是Bank A的時候 當你攻略不到所有女國的時候 其實紅蓮就說 還給你照片 有個在你身邊 永遠陪著你 沒有人無緣的 那幾個五花才知道 那人家有鬼奏武器 他有沒有 這個位置其實不是寫得那麼好 他開始就 開始介紹什麼叫鬼奏武器 入鬼月早就全部人 最少都要有鬼奏武器 不是說你身體能力強就行 解決這個鬼奏武器 其實他分了兩節 第一節就是 第一節就是他有一個同學 就被鬼奏武器上了身 你見到那個角色其實都挺特別的 通常如果入到這些環境 就是叫做什麼呢 被鬼纏繞著 然後就拿他 就是他最害怕的東西出來 然後跟著 就通常都會崩潰 就是邱一郎有些特別的 他是沒有崩潰過的 他那個角色其實他索造到 這個角色是很堅強的 經歷過全家死光光的事件 他的人心裡面 只剩下一個目標 就是殺他被鬼 服侍 殺得多少 所有鬼奏武器都拒絕了 所以你見到他第一次 那把斧頭那把鬼奏武器 是砌造他的家人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一開始都錯了 但是他又說什麼呢 米家是不會說這些東西的 當然其他人是沒有說過話的 只有米家說話 因為在憂一郎的心目中 米家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第一次就這樣解決了 然後就已經說到 我覺得入學那裡你是輕輕大過 其實就是想做多幾個同伴出來 你可以說是 你不會整個角色都搞的嗎? 他修羅了紅衣袋之後 沒有跟他講鬼奏武器 沒有特別鍛煉過他 即是好話不好聽 因為他練劍道的 如果鬼奏武器 如果鬼奏武器就練多給他玩東西 錯了 然後他說 鬼奏武器之前有一個很高度的精神訓練 沒有給鬼奏武器的鬼控制你 但不好意思 我告訴你 整隊裡面 兩條女子是舊步下來的 兩條男子 即是男爵家的 社工那個 都是轉學生來的 第一個眼睛就是學學精神出身的 其實這樣說 他所謂那種精神的鍛煉 你就看到 一份結論裡面 他說要有很強的精神力 就是你不能讓你黑暗那一面去控制你 但是 即是整套東西裡面 基本上那三條男的黑後面都很深 也沒有一個故事說 去說他們 去怎樣去面對這件事 主角那個朋友 因為他姐姐 叫他躲在床底 他就很乖躲在床底 然後他姐姐就死了 死一個怎麼都會死兩個 這個是與一的情況 然後跟著 事方就是 那個妹妹 就因為他需要軍方的醫療設備 所以他才加入軍隊 總之他 他為錢 總之他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位置 他的黑暗面就是 你照顧一個重病 就是這麼多首尾的人 就算一個挺好的 他都可能有一刻一秒鐘 死了他就多好 他是給這個念頭 對黑鬼裝 鬼奏武器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在面對他這件事 就是說 其實你也是想你妹妹死 你妹妹死了 就解決了問題 你又不需要來考試 輕輕鬆鬆地 過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那就是問題 學校 教你 事前準備對黑鬼奏武器 有話或者心魔 但是沒有說過 整套東西 就說 去就去吧 你們 這個學校 真的沒有分別 這個學校 不是 他叫做什麼呢 揀選的原因就是 紅蓮就是用他的黑鬼系列 出了一招 然後說 還可以站在那裡的人 就有資格了 站在那裡三個 一個是正常學生 兩個人轉學生 剛剛轉來不開一個禮拜的 大哥 你跟我說這些學生 怎麼會這麼久 那沒有的 我覺得 你可以說他快 但我有看過漫畫 他這一節都其實做得很快 我寧願上開頭 收入來 在學校讀書 讀幾年都幾個 有信服力 你不是之前讀普通學校 突然轉來 夜校一個禮拜 就出去拿鬼奏武器 不可以這樣 你太快 覺得過程 沒有這樣的醞釀 當然你說劇情 我也同意 又馬和夜行者所說 其實他有些事情設定是很急 去得太快 但我多喜歡 這套東西裡面 一些角色的性格 我之前說過 其實他是一個 為了要殺級別鬼的仇恨 是佔據了他整個人身 但在他的內心裡面 其實他是很重視家人 一旦他視你為家人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的就是 一一郎對他的其他同伴 其實他的對答和反應是不同的 其實是會 通常這些角色說他很衝動 其實當和三葉組成了隊伍之後 其實你會看到就是 三葉說 如果落單那些吸血鬼你才可以做他 或者他沒有帶武器 這個好笑 我們說下去 各個女蛋 當然你可以說他是硬來的 但是他說 一一郎就看到有幾隻吸血鬼衝出來 然後他就在開頭的角度 就說 他一看到吸血鬼就像上身一樣 不理整個隊伍的安慰 即是原本的指示已經包住老後 但其實看大家認不認同 後補方說 我看到他們身上根本沒有吸血鬼武器 他認定就是他已經有這樣的能力 但這件事是老寶 動畫沒有說 動畫有說 動畫有說 三葉問他的時候 然後他回答他 他們有沒有吸血鬼武器 沒有武器 這些時候 什麼時候對他 什麼時候對他 他是為了反映 就是說 甚至是邱一郎 是一個被仇頑心佔他 其實他也不會說是因為這些時候 就置這個隊伍於不利 反而你說是 其他人 反而這個情況 是比他嚴重 其實三葉有時候 其實他自己會失常 那些東西 都是靠邱一郎去 協助 其實你看到就是 之後就算邱一郎 第一個分地去殲滅 那些鬼 反而你會看到 做得不差的就是 是表現到邱一郎 其實是冷靜的 他不是說 一出來就好像 你看著 無雙 患一無雙 日翹日八王 路飛說 我們要秘密行動 然後就衝出去 車載出去 那些秘密行動都去哪裡 是不會的 不是的 我覺得程度差不多 你看到三月開始說 我們要隊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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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整個人都沒有隊營 隊營 你知道我們是三二隊營 還是一二二隊營 我們沒有說過 就是我們隊營 但他一定是沒有指示 那算了 你開始說衝到第一個陣 即是地下鐵那裡 最初他出門 我們要隊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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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聽到地下鐵 是吸血鬼的陣地 我們只有五個人 不要緊 我們要隊營 你們之前好像說 要隊營 不是 他們不是隊營 他們其實是 因為熊年那一刻 是下了指定 叫他們去殲滅那個陣地 但不合理 之前說我們單體 我們這麼多人不夠打 一個兩個都不夠打 何況我們現在打人 來打本應 所以他們不是說 然後他們是招喉組打 就是等吸血鬼睡覺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打算用逐個擊破的形式 叫做你聰明人都不笨 你地下鐵面 你沒有情報沒有地圖 你怎樣做擊破呢 就是 即是就算你做擊破 有地圖 有地下鐵的地圖 知道地方有什麼可以躲起來 千萬一 他們什麼都沒有做過 Google都不用 衝進去衝進去 其實跟黑臭的記錄就是 我們衝進去衝進去 才說多理由 什麼隊形不用理 這些細節 其實他不是真的處理得很好 我看這套 我看這套 其實每一個角色的性格 那個表現 就算剛才說的 優一郎 然後優子 叫做什麼呢 他作為一個隊長 但其實在他的性格裡 其實他是不相信人 因為他後續都鋪了 他是帝國軍最高領袖的家族 是東家的成員 其實他是 現在叫做什麼呢 很同伴 其實他的描寫是最少的 其實他的描寫是 因為在鬼奏武器 他拿到鬼奏武器 那時候他已經釋懷了 其實他已經釋懷了 他釋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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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板你沒有尿工的 我沒有尿工的 我沒有尿工的 你拿到尿工去玩 那樣子 而三葉其實 其實在現在 當他們要去防衛戰之前 他們加入了這個小隊的時候 三葉其實就是什麼呢 三葉開始看優一郎 就是跟他過往 新入隊的時候 他一模一樣 就是想見人都夠 太理想化了吧 這個是侍郎來的 所以他就覺得 其實優一郎 跟他也是一樣 其實他覺得 重疊了他的影子 就覺得 就是說優一郎最終都是會這樣 而害死到他自己的隊友 但是其實 就是叫做中途裡面 就是因為優一郎的性格 被他見到 其實優一郎其實跟他 是有絕對性的分野 人家認真是他 人家是威賴賴賴賴賴 這樣而已 其實在地下鐵那裡 也都見到 就是說 大家在圈養裡面 那幫人 那些吸血鬼 其實好像沒什麼 對他們怎樣 其實很自由 大家坐在那裡坐 你將周圍走路 可以是無人來的 總之就是 你不要離開那個範圍 還有每一段時間 你就要欠你的血液出來 男性好像九十幾天女性 不是 男性七幾天女性交幾天 我記得 你那個捐血來的 我當然是 然後叫做 最重點那一期 其實就是說 有一郎撞回米家 吸血鬼不反攻 什麼終結的慈天使 什麼計劃 其實這樣說 這套東西因為有二期 其實他現在暫時都在一期裡面 其實說的話 唯一現在解釋了一些事情 因為我開來以為鬼奏武器 是用日本鬼神的所謂咒術 但原來他回覆設定 原來鬼奏武器就是吸血鬼 吸血鬼鬼化之後 精靈求修復他們之後 就將他們封到鬼奏武器裡面 你這個位置其實是挺tricky的 如果他們鬼化了 然後跟著 我先不論他們的慾望是怎樣 somehow成誤的東西 但他們為什麼會對付同伴呢 當然他這裡的補回效果設定 其實吸血鬼也好像說 其實也不是很團結的 嘩 這是我老作 又突然奔上去 不是一個種族 很多時候都有什麼激進派 和平 但之前沒有做過 你以前也聽過 羅莉女王一個話 你看到第七真組 也不是聽他的話 其實第七真組 其實他是想奪權 這裡其實要回回 米家其實就在 全家死光光的一夜裡 其實是死不了的 第三真組 救了他的 就是要勸養他的位 是吧 就是晚上叫他來 你來我放吧 那個位 這個叫禁 禁什麼 禁什麼 不要說了 米家其實就是 因為他不想吸人血 變成了第三真組 第三真組 就真的很慷慨 就喝他的血 來衝擊 他裡面的設定就是 吸血鬼不吸過人血 吸過人血 他的身體年齡就會定型了 所以米家是會長大的 這方面的設定 你不要碰撞見蛙子 朋友 這就是你的性態 他會搞錯 這個方面設定 我覺得 整個故事裡面 其實我這樣說 你說這一對 大家都覺得 就是女主角 其實是 米家 其實不是 說話 就是 羅馬歐月朱利 就是要被故事 一兩失衝不同的派避 大家不要對鬧 就要不要在一起 一樣 因為 米家一直知道 就是 幽幽朗被人類救了之後 他應該說 他開始 不知道是不是吸血鬼那邊 就灌輸了一些信 說人類是信不過的 不是洗腦 是的 天真的他 也認為人類信不過 一直放棄了人類的身份 但他也很討厭吸血鬼 在一個很矛盾的心情之下 然後終於找到機會 就可以去接觸 去找回這個幽幽朗 在這場大戰裡面 見回大家 但如果他很討厭吸血鬼 沒理由成為吸血鬼 這麼有趣 不是他想的 他不想的 他睡在那裡被咬咬 他為了再見情人 不是 為了再見自己家人的一面 他忍辱負重 就是為了救幽幽朗出火海 他收拾將來會再聚在外面 明明 有緣再重逢 只要保持你的命 千里共禪居 你聽過沒有 那你說 我覺得整套 你主要說他是大陸 其實我覺得 一點都不大陸 他不敢於大陸 他不敢於大陸 那個劇情的走向 他不是去到很細緻 每件事你都會解釋得很清楚 不是細不細問題 他在很多地方亂來的 不是 但其實他很多細節的部分 做得不好的時候 對於觀眾的觀感就會很差 我真的很簡單 你們在我城場擋吸血鬼就算 問題 但吸血鬼是拿著直升機衝過來的 要是你沒有在到平流場那麼高 就已經飛不離我 就算了 不是 其實沒意思 第二件事 打飛機 拿著舊式弓箭 打人家導彈 你有沒有看見 那些箭是可以射穿革直升機的 所以沒有問題 你不要讓外觀 有問題 你看完魔法四天王之後 你還相信外觀是代表一切 那些是敲物質 你不要讓外表影響到你的威力 其實它是一支高射炮 周星馳也弄過 你看到後面有一支追擊營的鬼武 那一支就算了 不用弓箭 不是 他只是告訴你 我弓箭也能射穿 不需要你的追擊營武器 要什麼兩產人鬼咒 如果也是有問題 你說鬼咒封了一隻鬼咳面 才有力量 普通人是用不到的 因為一用就可能會心靈 遭到侵蝕或者黑化 但是什麼兩產人那些 那些什麼兩產人那些 那些怎麼用 兩產人就是沒有鬼咪的 或者這麼說 我覺得這一套東西 其實最大的問題在於 因為它寫得很大 這個我覺得也是 敬怪也的問題 不是喔 傳詠草是很正常的 不是 一向都是這樣 你在這樣的雜數底下 你想想 你要去present一個大的環境 就是帝國軍的內部情況 一些細緻的事情 還有就是邱一郎這個小代發生的事 其實他很難去做到平衡 還要再割一半劇情給吸血鬼 你不要提 但這件事不是做這個動畫 很重要 你一開始就說 全世界所有大人都死了 實在是小孩 然後出來看到大人 還可以開會 聊天 他的解釋就是 他們一早就知道 會有這件事 所以有些就有咒術的保護 所以就死證堆大人 你沒問題 最後死證的那班 就是全部那班 坐在軍方面 好像很陰謀那班 我覺得 是不是你放病得出來 不是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 你應該是保護所有的人類才是 他保護不完 他沒有說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看畫面 是不是整天保護你們 這個動畫 其實這個動畫 應該是完全把它丟掉 到憂鬱狼那隊小隊裡 就是說 上層那些事 其實我覺得 你反而 你反而不如不要說就算了 不如不要說就算了 不如不要說就算了 即是動畫的集中 即是在局部戰爭裏面 即是大那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 你可面則面 可以說 甚至乎 你以休一郎的角度 去寫那條故事就可以了 即是你其他不關休一郎的事 他不知道是很正常的 即是動家的軍事會議 其實我不說也沒所謂 都不關事 根本就他們不會出來 現在白都 即是鋪得太多線出來 他最主要的問題 但是 角色的性格定位 我覺得這套東西 其實是做得不差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特色 就算你說像Suro 其實他們在那場大戰裏面 在劣勢之下 邱一郎還沒爆氣 放這個 暴走模 之前 然後每個人 其實那一刻 那一刻 我覺得那一刻是很傷害的 對米家來說 你要明白就是 當邱一郎 變成了暴走狀態的時候 無論米家說什麼 他都聽不到 但是一條 不知什麼的女兒 抱過去之後 然後他就停下了 你那刻是很灰 你叫做 我們在故事裏面 比較難以解釋 邱一郎是多麼重視 米家這一個家人 他幾次鬼的步驟 都是這個米家的環境 他都是因為 我心目中的米家 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是假的 我不相信 對呀 吸血鬼的你也是假的 是不是這樣 在這個位置 根本上就是 米家 就是能夠阻止他一切的人 但是在他真正的暴走的時候 甚至有生命的危險的時候 能夠救回他的 竟然是女兒 而且其實沒有什麼交接的女兒 那證明他不是女主角 證明他始終都是男配角的地位 你那刻對米家作為一個 他這麼重視他家人的邱一郎 我就覺得 不行邱一郎肯定是被這女兒洗腦 不是的話 他不會聽不懂話的 沉迷溫柔香的狐狸精 偷聲貌 我知道 然後他會說這句 很肯定 你見過那時候 我覺得整套東西裡面 阻止邱一郎暴走的人 我覺得 無論怎樣都應該是米家 我看下光的時候 米家衝過去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沒理由是這女兒 沒理由是sure 心口插一把箭 然後寫上 他要插上你的朋友 可能會按著女兒 總之最大的問題 在那一幕 我覺得是最離奇的 就是他們說了奇 就是他們整個小隊的人 是被吸血壓著 在搶血的 是不是真的在搶血 咬來 有血腫出來 大哥我看那一幕 好像我在看Dock Day 他們兩批人戰鬥完 今天完了 吸完血 翌日就在醫院出現 就這樣貼上膠布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所以我一開口說 吸血鬼是很仁慈的 我們只是用我們生活上的需要 我們並不殺人 你明白嗎 人類是食糧 殺了沒有血吸不行 所以你要保護他們 不要讓他們死 你好像第二集已經打你最怕 第二集他殺了很多 是哥哥貴族 那些家人不是食物 是食物要走 好啊 只是他殺而已 你以前一級沒有殺過 挺溫柔的 還有怪獸才能救你 保護你們 挺好 等於你在農場裡走雞 雞走了 你如果遠距離走不回去 你不如把他吃掉吧 對嗎 至少還有雞肉吃 但這場也是 這場戰鬥後 他們都會走 為何不吃掉 他們是已經浸壓著他 按住了 已經抓住了 立即 正在吃了 正在吃了一部份 正在吃了 已經開了一餐 正在開了一餐 但他們不死 他們就是圈養他們 對 抓回去 可能穩住一條鏈 找到一間房間 應該可以吃下去 對 所以吸血鬼是很仁慈的 你整套東西 你們老婆也太多 整班吸血鬼 其實他們說 你不反抗的話 我是捕捉你們的 他有說過這件事嗎 其實他有叫他們投降 放下武器的話 只是圈養 我只看到吸血鬼 吊股了人 對 要殺你 現在吊股你 我不殺你 我只是投降 投降 我給了5分鐘 你投降 你不投降 不應該 吸血鬼一巧 那一幕 我一開始說 是不是死了 那一幕 我一開始說 是不是 憂鬱狼 都保護不到這次的家人 他再一次失敗 其實那一刻很有奇妙 我是不是全死了 那一刻就是 一被人咬 那一刻就是 好像應該要露出一個 被人吸光了的表情 然後就死了 或者吃飲幾件 或者幾件 變成了吸血鬼 其實也是 我覺得 我應該是這樣才是 但他走了一個 我意料不到的結局 米家 我和你一起回去 入職 就算了 他不是米家 阻止他 是遠距離 跟米家爭拗的時候 回望那一刻 看到他的小隊成員 全部被人壓著在地上 在這裡出 捲血 就是身體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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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做死的話 當然 對他來說 有可能以為他們死定了 所以他才暴走 但是 最終就告訴他 捲血可以救人 可以救吸血鬼 那一刻其實挺奇怪的 那一刻就說 吸完血之後 然後告訴他 做完檢查其實沒事 他們 鐵塊膠布就可以了 肚餓而已 鐵塊膠布就可以了 穩飾而已 男的350cc 女的200多cc 很少而已 所以你說 但是這樣 這樣就沒有意義 那一刻就沒有意義 那一刻就沒有意義 那一刻其實 紅蓮其實是預料了 冒住了一定的損傷 甚至自己有機會會死 因為在軍事會裡面 他也表明 他們其實是棄子 他們的目的就是 拖得多久 得多久 其實我覺得 你死那些小兔 我是不會有感覺的 你當然要死幾個很重要的人物 但其實這場大戰裡面 一個重要的人物都不會死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沒有必要回來再救他們 他們已經在撤退了 下了指令 紅蓮已經叫他們撤退 那一刻還沒的 在吸血 在吸血的時候 那一刻還還在 前一點 其實已經在撤退了 但被吸血鬼追到 如果他們既然是棄子 其實紅蓮應該就這樣走了 就算了 那他沒理由不需要回來 這件事是說不通的 那是紅蓮的性格問題 不過紅蓮的性格 其實他這套裡面不是寫得好 就是叫他愛懶內熱 其實他也很重視家人 我不覺得 由你老婆 這是由他的部下提供的 這個資訊 但他跟行為完全說不通 不過算了 你說這一節裡面 其實我是對整套東西 我是對冒走這一幕 而最終全部人沒事 我是對這裏 有些反感 有些反感 其實我無論如何都要死一個 甚至說 我差點說一句 死瑜一 瑜一是裡面最 他跟邱一郎 感情最深是他第一個的朋友 他死了 我知道女兒你可能殺不下手 但是兒子你殺得下手 不是啊 故事完了 瑜一的故事OK Happy End 他在動畫的作用已經用完了 是啊 第一季完了他就可以死了 好像當年魔法少女麻美的作用 用技的美應該死了 我覺得那個位置無論如何都要給邱一郎 因為其實 他現在這個位置做出來就是 因為他沒有怪過米家 因為不是米家捉住了他 而令到他救不到他的家人 也不是米家親手殺了他的同盤 是的 如果是那個位置 如果是瑜一 任何一個同盤死了 不一定是瑜一 或者女兒死了都可以 深刻的 其實他對米家的態度就是 他其實間接上 他是害死了我現在的家人 但他是我以前的家人 但他又現在在吸血鬼 那種矛盾感就走了 那種愛恨交纏是不是很淒美 兵容雙見 可能就是米家 又是有那種就是 哎呀我不小心 我不小心令到米家 我最重要的家人傷心 那種也是愛恨交纏 然後他崩潰 然後被吸血鬼安撫他 然後他可能就 開始踏上了這個乘魔之路 哇這些就是淒美 這個是第二季 但是關係錯中複雜 七國禁戀 喂 這些就是見貴社區的故事 那種改法 我覺得好看一點 你這樣改法 是不是應該這樣寫的 但問題是 最後一集 那些人走出來 就是鐵塊膠寶 在醫院出現的時候 就是Happy Good Like 我覺得很奇怪 那一刻的落差 超展開 我覺得甚至就是什麼 舒奧 然後是什麼 他開始愛上了 幼陽浪 然後我說 蛤 本來他是避胎 沒事 放在身邊就是想要做 後面 放在身邊就是這樣 不是 那一刻其實我覺得是奇怪 始終也是由 舒奧 他抱住了幼陽浪 令幼陽浪的步驟停止了 然後 由這一幕開始就是 根本超展開 他們兩個關係是突飛猛進的 但是中間裡面過了幾多幕我們不知道 不是 抱過身體嘛 可能好一點 看多一點 那他這一節那個位置 我是看得盡 老實說 我真的很想看到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死 然後跟著就是 他不知怎樣跟這個米家去相處 然後離開了他 然後 其實你總好就是 就是他覺得他最重要的家人 原本已經想著他死了 誰知道他回來了 但是 已經不是我認識的米家 那種米就是周星廚裡面就說 突然間 我家人回來了 我起 他見了 卡血鬼 我悲 又起 又悲 用什麼心情去面對他呢 然後跟著 他間接害先的家人 我恨他 我還當不當他家人呢 但是他就錯 不是家人 你這樣做了沒有 我錯了 家人我不可以怎樣怎樣 那這個就是 由內而愛 由愛而來 這樣對下去 這樣就搞到氣了 這套東西其實 你某種意義上 邱一郎也是一個悲劇的角色 其實叫做 米家當然也是 他一生都很悲慘 最後報了一副線就是 其實邱一郎的身體 其實是搞了什麼來的 還好笑 聽說 被紅年改造過 紅年是沒有承認過這個事實的 你看動畫 我看動畫 紅年叫他回來 第一學校要去拍拖 接著又回到學校 讀一兩星期去拿鬼 就會出去扔 什麼時候改造的 我不知道 好像有拍過遠 那顆魚是好像強化劑 25小時 但那個是紅年給誰 那個人也有吃過的 但你說這套東西 雖然你說的劇情 好像剛才我們想說 有很多不好的 細緻位置做得不好 因為他根本上不夠 他的劇情量根本不夠 用這樣的時間去做 但其實呢 我挺喜歡他另外一件事 其實他戰鬥 其實真的做得不頑 而我覺得不頑的現在是什麼呢 你不會突然一個說 我拿了鬼陣武器 我超強 就算紅年去到幾強都好 去到真早級 他都是打不贏 被人打飛了 你看到人類真的要靠 當然你可以說他們戰術真的沒什麼 但是至少他們是要靠群工 或者是利用抽雜 抓落單 對 叫做撿雞的形式 就說你落單 你不幸運了 就是盡量殲滅 用優勢來壓到 這個體能上的缺點 對 而這件事其實是 你見到就是 我覺得在這個戰鬥裏面 其實他做得到出來的 其實是 你見到 就是 你不會不停吹噓到 好像東京四少爺那樣 說 SS級很厲害 但不要緊我又有馬 但我秒了 我又有馬 我有一級 我有一級 執行官的話 我超強 或者我不知道裝件什麼 很大副作用的武器 但我沒事 我就可以對付SS級 但他這裏不是 其實 就算是最高級的 當然他現在的設定裏面 是黑鬼系列的武器的人 其實對著這個真祖級 其實都是武力的 其實都是 但他跟著又搬出了 人類最強的東家出來 變成一層疊一層 其實東家都不是 東家只不過是 在權力的核心裏面 他有很大的影響力 但你見到的 就算 紅蓮和另一個東家的人 一起出動 最後那幾個 一起出動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 他根本不是比紅蓮的 大家特性的 鬼奏武器特性不同 但你也見到 他們的實力 其實相距無幾 紅蓮已經是 在人類的頂級 實力 就是邱一郎 當然是開掛 他不變身 當然是開不了掛 這樣的情況 他可以吃三顆 他超強 所以我覺得 在一個強弱的平衡度 我覺得暫時 在一期裏面 是可以保持到這個水準 至少你不會看到 日後有一個人說 你先走到我的電腦 然後說 其實我可以一個人打敗你的 只不過我 我不想讓其他人見到 我會出這一招 紅蓮跟你說一句 如果這樣的話 我會出現了 其實只有一顆超強的牛威 如果我還沒吃 吃我吃辣湯 是不是這樣 其實只要我吃了一顆 保障的東西 我就超強 其實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最終你看到 那一幕裏面 他也是救不到紅蓮 但其實我有懷疑 說明說那一套 是否等於這套 變成好看 我覺得有上角的地方 我覺得 細節位他做得不好 其實在一個大位上就是 邱一郎始終叫做什麼 我差點說句 他不夠慘 死全家了 當然我不需要你去到 好像金木那種那麼慘 即是說 踩完一腳不夠 還要踩多兩三腳 但是在那個進程裏面 在我們劇情 必然發展裏面 你會覺得 你是期待看到這個畫面 期待更慘的畫面 期待他崩潰 期待他不知 如何和這個米家面對他 米家也越來越難 不知如何面對這個同盤 因為他可能就是 煞煞就說 原來我整抽名單 間接被我害死了 我想救他 其實他可能說 有一段時間 都聽不想再聽米家說話 覺得他已經變成吸血鬼了 大家可能下手說 不行 他始終都是我曾經最愛的家人 我最終都是下不了手 因為這套本身 你看op都覺得 好像back和影月一樣 都是輕力相殘 都是想著看 但你做不到 大哥 然後吸血鬼裏面 那一集就是說 紅蓮被捉住了 我不會覺得紅蓮有事 是沒事的 紅蓮是必然不會沒事的 我們要吸血鬼裏面 不是殺你 對不對 所以二期不知道他怎樣說 一期裏面都是說 角色素材不差 條條都不錯 不過是細節位就真的 只限於角色素材 是的 細節位總是差一點 我覺得劇情上 看頭也沒什麼 比起今季來說 其實寶寶洞通 你的比起實在 OK 我們到這裏 我們到這裏 我們到下一部